灵感上面就是 她总是对身边的朋友特别好 对我反而不够好 有事儿可以说明吗 有 就是上次我们去西安的时候吧 我们约好过去旅游的 我们当时不在同一个城市 当我坐16个小时的火车 连夜过去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她 以为她会在车站接我 但是我没看到她人 然后打电话给她问她怎么回事 她告诉我她没有车来不了 还没有出发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 但是我也不会飞啊 我也过不去 那你不会想办法吗 每次你朋友有困难 我办法也想了呀 就是过不去 然后我就没敢给她说 然后临近的时候我才说 我就怕她生气 那你就是知道 如果我到了之后 还是一定要等你的 你就是瞒着我 等我到了之后才告诉我 你没有测票过来 不是 你们是约好了一个时间 约好了 他们有提前买票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买票呢 我爸提前买了它变动比较多 它有时候就会变动 然后我就觉得 一变动的话又得退票好麻烦 而且还有手机费 那你把钱借给别人就可以 我们约好的时间 就退张票的钱你都不舍得 他每次出去都是会改行程 然后我就觉得很麻烦 我就不退了 我说临时再买 结果临时到了的时候没票 我不知道就票那么紧张 然后就买不到票 最后好不容易请了那张票 但是比较迟 比他正好晚到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到了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他就是大发雷霆 那还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们计划好的旅行 就被这样给打乱了 导致我几天的心情都不好 姑娘不满意 可能不是因为迟到或者怎么样 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觉得比较起来 你可以把钱借给别人 你可以给别人干活 不要钱 对吧 可是你跟我约个会 你退票费你都舍不得 觉得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就低了 是这意思 而且他因为朋友的事情欺骗我 就朋友给他借钱了嘛 那我问他钱还没还 他也骗我说还了 那本来就还了呀 那开始我问你的时候还了吗 那你给我看手机的截屏 聊天记录 你又不给我看 那不就是没还 因为他每次这种事情 老想看我的手机 我就不想让他看 那如果还呢 你就让我看了 为什么不让我看呢 那当时确实没还呀 那让你看了你又会生气 我就觉得这件事 他也没必要看呀 后来也会还呀 然后他就非要看 现在你们俩这钱是怎么个管理法 是各挣各的 各花各的 各花各的 他没钱的话 我会借他一点 你借他钱 他再借给朋友是吧 对 有一次就是我以前 不是在做一个销售吗 当时一个朋友对我挺好的 照顾对我也挺多的 我就说这个人不错 到月底不是有业绩吗 有业绩 然后我就说 我把我的业绩给你吧 你压力比较大 孩子啊什么都比较多 我在大学 也没什么压力 我就说 我把我的业绩全给你 就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和我生气 那我肯定得生气啊 你不得为我们的未来 考虑一下吗 你每次总会为别人着想 别人结婚了 孩子压力大 那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不得准备结婚啊 那暂时就给他 两个月的业绩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他对我好 我就不能对他付出一点吗 那我对你也挺好的呀 你怎么不对我好一点呢 也没见你把这个钱 给我买什么礼物 买的你不是都不喜欢吗 那我还不是心疼你吗 我知道你没钱 你买了你吃什么呀 还有一次 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就是我俩在街上 看见一个就是比较穷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他肯定是乞丐 绝对是乞丐 他就说不是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 跟他这样同样的乞讨方式 我知道那是骗子 我叫他不要给钱 那就不是骗子 那肯定不是骗子 我觉得他就不像骗子 他非说那是骗子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说就算你同情他给钱 人家给一两块吧 他给一百块钱 他身上就那吃饭的钱 一百块钱了 他都给了 然后我觉得一百块也不多 因为他那么冷的天 穿那么薄的衣服 就站到那个大街上 身上都在发抖 那你给他了 你自己怎么过呢 一百块钱也无所谓 他就因为这件事和我生气 他说我是支持乞丐的工作 不是乞丐的工作 你这是骗子的工作 我都跟你解释过 你不是不听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 他们是真的 他就非和我是假的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还吵了一架 女生好像我听起来 是对未来是有规划的和打算的 是这意思吧 我也不说对他抱有多大期待吧 我只希望他安安稳稳地上班 然后以后生活至少稳定点 现在的情况就是 每天挣的钱只够吃饭了 以后我的生活 我感觉看不到希望 对 所以我说你是对未来 其实是有打算有要求的 是吧 你是觉得女朋友脾气大 是这意思吗 对 她会为什么事发火 除了这些事还会为什么事发火 还有 还有一件就是 上次我给朋友借钱 她说我遇到急事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在火车站钱包被偷了 她说我要回家 然后也没钱吃饭 我说那要不行 我给你打一点 然后我身上本来就是那天 就和乞丐那是一天 然后本来就上五百块钱了嘛 我说你着急吃饭 那要不行 我给你打四百吧 她把四百块钱 我就上了一百 之后也给乞丐了 她就和我伤气 我说你没有朋友吗 你怎么吃饭 那你帮就帮吧 要他们还你也不听我的话 后来一直让我问人家要 我说这怎么要啊 人家现在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也没法要 她就一直逼着我要 因为这件事情每天生气 那谁没有几百块钱 不能还给你 我就觉得她太过分了 就是这个钱本来应该就 不应该为人家要 人家好了自动就会给 你要天天追着人家要 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啊